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张东方人的面孔,其余的没有任何关系。当宋美龄从国外回来后,凭借着出色的长相,以及贺人的身份,立马成了上海那些富家公子争相追求的对象。 这些人之中,自然有着和宋美龄一面之缘的蒋介石,蒋介石比宋美龄正好大了一轮。 对于这个年长,而且还有三个妻子,一个孩子的老男人,宋美龄丝毫没有在意。 但当蒋介石武装占领上海后,宋美龄终于认识到,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一中人,一个英雄一般的人物。 宋美龄欣然接受了蒋介石的追求,但向蒋介石提了两点要求。 第一个是必须信奉基督教,第二个就是结婚以后,自己不会参到政治之中去。 宋美龄对于政治的深恶痛绝,也许和他在美国受到的教育有关,但后面所发生的事情,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宋美龄决断的正确。 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,江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宋美龄。 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,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,虽然有婚前承认的不涉及政治, 但是无论是外交,又或者各种采访,作为第一夫人的她,都必须参与其中。 尤其是在拉动赞助,寻求国外帮助的时候,几乎都是宋美龄出面。 宋美龄不得已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中,抗日战争失败后,蒋介石败退台湾。 同时一起去的还有蒋经国和宋美龄,两人虽然名为母子,但实际上关系冷漠,特别想介石去世后。 宋美龄对于台湾的证实不再过问,直接去了美国,在宋美龄的字述中说道, 我平生最为讨厌的,就是别人称呼国立政治家,我痛恨政治,我们有理由这么相信。 宋美龄也许想要的,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权利、财富,也许她想要可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,平淡天室的生活。 宋美龄在自己去世之前,就给自己规划好了目的。 一次宋美龄前往自己的墓地查看,看到了宋子文、宋爱龄,捧强西的墓地,心情失落,感叹良久后说道, 没有想到,当年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,如今死后却葬在一国。 来,咱们宋家人为什么会葬在这里? 宋美龄自己心里清楚,这都是因为政治,因为政治,她离开了家乡, 因为政治,她有家不能归,因为政治,兄弟姐妹恩断义绝,也是因为政治,死后仍要风雨飘零。 。 , , 。 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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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, Конians, ,